科举诞生于随朝 而科举中的一个重要考试科目 进士科 开设于什么时候 它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郑州大学王石翔副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随堂考场风云之 进士博星 在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中 进士科通常是最重要的考试科目之一 但在进士科的诞生之初 它并不掩人注意 只是到了后来 进士科才引起了人们足够的重视 那么进士科始创于什么时候 为什么在后来的科举考试中 进士科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呢 郑州大学王世祥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随堂考场风云之 进士博星 随文李阳间 不仅设置了考工侍郎 而且有了明确的考试科目 只是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 新方法和旧制度并行罢了 但是不管如何 从明确的分科举人这个形式上来说 这就标志着科举的诞生 阳间之后 阳广 子承赋业 登了皇帝位 应该说 这是一个备受非议的皇帝 特别是阳广 他的贡献人 随阳帝的科举贡献都有什么呢 第一个 丰富考试科目 据随书 阳帝记 我们可以发现 大业三年四月份 公元607年的四月份 随阳帝在诏书中 在圣旨中说 一 一命十颗举人 不亦是十颗举人 他老爸规定的是几颗呀 两颗举人 这要比他老爸的二科举人 丰富了很多 是他爸爸当年科举科目的五倍 在这十颗之中 有一颗 叫文才美秀科 不明史学家范文兰先生认为 就是这个文才美秀科 它是后世的进士科 他就到了随阳帝科举贡献的第二个方面 创设进士科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 大家基本认定 进士科就是在随陶 就是在随阳帝时期创设的 比如说不明史学家杜佑 在他的通典里边 曾经引用过一个人 这个人叫薛登 薛登在天寿三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九十二年 给皇帝写的一个奏书中所 阳帝又变前法至进士等科 他说随阳帝 设出了进士科 这个薛登有个特点 他和别人谈论前代故事 他一定要找到根据 找不到根据他不说话 也就是说 他说这一番话 说这一句话 他是有根据的 他不是随便说 不是胡说的 不是妄言的 可见大家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进士科是随阳帝时设置的 这都是来自当时的文献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 随阳帝为何要设置进士科呀 我们来看 从科目名称上来看 文才美秀科 我们想想他的考试侧重点会是什么 考察的是文笔 考察的是考生们文学创作的才能 为什么考这个 这是和杨广本人的爱好紧密相关的 杨广本人有什么爱好 这个人很有才 很有文学才能 你怎么这么说呀 他不是个昏君暴君吗 他还有文学才能啊 他的文学才能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自我评价很高 随书中说杨广啊 尚好学 尚主文 喜欢看书 喜欢学习 擅长写文章 杨广对自己的文才很自负 他曾经对自己身边的近臣 士臣 说了一句很给力的话 他说 设定更与士大夫高选 亦当为天子一 别人老说我是继承我爸的班 接我爸的班 假如让我和天下的举子一块参加考试 来选拔皇帝 我依旧是第一名 就这么牛 自负的人一般有俩毛病 一是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 第二是怕别人超过自己 杨广就是这样 他时刻强调自己比别人强 第二个 诗文创作优秀 隋扬帝自我评价高 不是瞎说的 他是有根据的 隋扬帝的文学创作的确不错 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能写 不仅能写非常美的文章 还能写非常朴实的文章 比如他写过一首诗 春江花月夜 我给各位念一下 木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刘传江月去 潮水带兴兰 作者就写出来 初春时节 傍晚时分 江南风雾之美 这事写得不赖的 第三个方面 害怕被人超越 自负的人总是担心被人超越 这是很多人的心理 隋扬帝也是如此 那么别人假如说 一不小心超过他 超越他了 他又会怎么样呢 只能说 下场很悲惨 怎么悲惨 唐人留宿在隋唐佳话中 记载着一个故事 说隋扬帝曾经写过一首诗 题目叫做烟歌行 让大臣们唱和大臣们 你也根据这首诗 也来写一首 根据我的诗 根据这个题目 你们也来写一首烟歌行 大家表现的都很乖 表现的水平都很一般 很差劲 可是这一年和他比赛的 有一个人叫王周 不作郎 这人他还不信邪 我就不相信 我逃不过你 我就不相信 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你 他就写了一首诗 结果还真逃过皇帝了 这下子出事了 特别是其中的一句话 情草无人随意 绿这一句漂亮 漂亮在哪呢 有境界一切显得那么自然 那么随意 而且充满了生机 隋扬帝觉得心里不爽啊 心中一直耿耿于怀 你个王周 你太没眼色了 没事你逃过我干嘛 你太不懂事了吧 那怎么办呢 宰了 就找个机会把王周就给杀了 隋唐佳话中是这样 周 竟作此贱害 而宋其竟俱乐 情草无人随意律 复能作此语 作此贱害 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杀害的意思 这阳广也真够变态的 杀人你就杀人吧 临行刑的前标 刚要开刀了 这杨广溜达着过来 来到刑场上 找到马上就要被砍头的王周 跟他聊天 你还能做你那个 亭草无人随意律吗 脑袋都没了 他还写啥呀 不过从这个故事 我们能体会出来 杨广对文学的喜爱 后来的进士科 就是中士师父文才 甚至就靠一篇文章说事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隋阳帝开设进士科 似乎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隋阳帝开设进士科 虽然有各种材料的佐证 但仍有很多人质疑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隋唐考场风云之 进士博星 虽然很多文献都指出 隋阳帝开设了进士科 但是进士科的设立 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议 还有人认为 进士科是开设于隋文帝时期 那么关于进士科设立的 这两种说法 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 我们前边不是说隋阳帝 在大业三年设置的实科之中 有个文采美秀科 不明史学家范文兰先生 认为这就是后来的进士科吗 那么进士科是否就开始于 大业三年呢 评价历史上的一个事情 判断历史中的一件事情 要尽可能做到历史还原呢 就回到那个时代去 他别忽悠了 相差这么远 一千多年 你怎么回去啊 当然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身体是不可能 穿越时空隧道 来到隋朝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文人 史学家给我们留下来了 一些文字 这些文字足以让我们做到精神的穿越 我们就看看 当时人们是怎么界定 进士的 唐六典中 有这么两句话 明显实物 精熟一经者 为进士 明显实物就是了解现实问题 精熟一经 就是掌握一部儒家经典 这样的人 就是进士 条件不是太高啊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两句话来套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来看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7月份颁布的一道圣旨 杨广 杨广在这个圣旨里边 是这样说的 他说 在家 即 建入学者 若有 赌质 好顾 单月 典焚 学行 幽民 堪 应 实物 所在 采访 据以 名文 既当 随其 气能 捉以不辞 单月 典焚 堪应实物 不就是唐六典中对进士的要求吗 典焚 本职 各种书籍自然也包括儒家经典了 从这个角度说 随阳帝 他当皇帝不久 就已经有了类似进士科的科目了 在我们国家 有一个科举学的共鸣学者 叫刘海峰 刘海峰 在他的中国科举史里边 就有一句话 说随阳帝 史建 进士科 是在大业 元年 润 七月 但是 学术界 关于这个也有一些争论 也有人认为 进士科 创立的时间 应该是在 随文帝时期 理由是什么呢 找出一个人来 房玄陵 房玄陵 十八岁考进士 是在 随文帝时期 在旧堂书里边 有个房玄陵传 房玄陵传里边说 房玄陵 年十八 本周 举进士 房玄陵 死于登关 二十二年 公元 六百四十八年 他活了多少岁呢 七十岁 我们倒着推 六百四十八 这是他死那一年 活了七十岁 减去七十 这样就能推出来 房玄陵 出生于 公元 五百七十九年 十八岁考进士 应该是 公元 五百九十七年 这一年 是开荒十七年的确是 随文帝时代 那么这样一来 随 阳帝 设立 进士科 不就错了吗 不变成随文帝了吗 这就需要我们 在这考察一下 房玄陵 这个进士 到底是真进士 还是假进士 怎么进士 还有真假呀 其实啊 房玄陵 这个进士 就是个秀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在唐宋时期 把秀才和进士 这两个名称 混称的 可真不少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 太平广记 这个文献里边 他在这说了这么几句话 他说 随 人寿 中 杜正玄 正长 正伦 具已秀才夺地 随带 举进士 总一十人 正伦 一家三人 杜正玄 杜正玄 杜正藏 杜正伦 清歌 三个人 考上了秀才 我们这里边也说 以秀才着地 可是紧接着他话头一转 他又说了 随带总共考上十个进士 老杜就占三个 那么这个太平广记 是宋代编出来的一个文献 这就说明那个时代的人 是把进士和秀才 经常是混成的 实际上 他没能清楚 那么在这里边 房玄龄这个进士 实际上就是个秀才 就是这么回事 随带并没有明确的进士科目 只是从后来进士科考试的特征上来推演 文才美秀科是进士科的前身而已 那么进士科啥时候有的 根据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 这个明目的出现是在武德五年 唐高祖当皇帝第五年的事 进士科在创立之初 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重要的地位 进士科虽然设立于随朝 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那么进士科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重视的呢 把家长谈正在播出 随唐考场风云之进士博新 进士科创设的具体年代虽然有争议 但进士科开创于随朝 却是一个基本的实质 在进士科开创之初 他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那么在科举考试中 进士科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重视的呢 王定宝在他的唐之言中 为我们做了回答 他说 进士科 始于随大业中 胜于真观永辉之计 真观永辉这两个年号 我们都不知道 真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 永辉是李世民的儿子高宗 李治早期的年号 那么在王定宝看来 进士科真正受到重视 是在李世民时期和唐高宗李治初期 这个时候受到重视的 可是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前期没受到重视 而在这一个时期 在真观永辉之际 受到重视了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推行王道政治 是政治建设的需要 什么是王道呢 王道 简单来说就是三皇五帝 通过教化治理国家的人政啊 那推行人政 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其实我们看两堂书 能发现 这种政治建设 从李渊建国第二年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确立了这个国策 确立了这个方针 但是呢 在李渊时代 由于国家政局动荡 战争一直就没有停过 没有推行王道 推行人政的社会基础 体现的不是那么明显 到了李世民时代 虽然还有一些战争 但政局基本稳定 这就为实行王道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 李世民曾经这样认为 正经所好 为在尧顺之道 周孔之教 以为如鸟有益 如鱼依水 师之必死 不可暂无耳 在李世民看来 王道政治 人政 就好像是鸟生活离不开的翅膀 鱼生活离不开的水 离开一会儿都得死 这就把儒家思想王道政治提高到了无上的高度 那么实行王道政治不仅需要有英明的决策者 还需要有强有力的落实者 那么这些合适的干部从哪里来呢 通过公正合理的选拔产生 只有让大家通过合理公正的选拔来产生这些优秀的干部 才能为政治带来生机 进士课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为什么 因为进士课的考生来得很广 这就表现出来考生来源的多层次性特征 从地方上推举上来的考生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相供啊 首先需要考生自己报名 你只要认为自己水平可以符合报名的条件 你都可以报名 报到地方官这儿 然后地方官进行初次的筛选 不能弯到篮子里都是菜啊 需要把这个优秀的人选拔出来 然后推荐给国家 推荐给中央参加国家级的考试 那就看谁考得好 谁考得坏了 最后按成绩高低择幽录取 我们不能断言 这里边没有人为的因素 但是至少从形式上 从选官的方法上来说 和以前相比明显进步了很多 而且呢 这些相供考生身份复杂 有的来自底层 那么有的来的可能身份量更高一点 是吧 这些人由于出身不一样 所以他们对理解同一个问题啊 他就有差别 考生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完全有可能进行经验的移入 也就是说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达到卷子里面去 这样一来就对当时的政治建设 起到了跟对性的作用 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当李世民看到参加进士科的考生 从考场里渔冠而出的时候 这皇帝高兴啊 他就说了一句名言 天下英雄 若我够供仪 王道的实情 国运的盛衰就全靠这些人了 第二个原因 介于难易之间 当时考生们可以报名考试的科目 可不仅仅只有一个进士科 还有什么呀 我们前边不是讲了吗 有明经科 还有秀才科 还有皇帝为了特殊的需要临时设置的科目 一些智科 科目很多的 那么为什么进士科 它却受到了与众不同的待遇呢 这就牵涉到人们对不同的科目进行 对比和取手 我们还说这个秀才科 秀才科前面已经讲过了 考试 非常苛刻 所以报考的人不多 到了唐朝初期 秀才科依旧是科举考试中最难考试的科目 和秀才科 和秀才科相比 进士科也考五刀测论 但是方略策只有一道 所以他好写 便于把握和发挥 这是和秀才科相比 那么和明经科相比呢 封氏文件记中说 明经 取通两经 先贴文 乃案当初是莫测时到 规定了 从规定的经里边选出两部经典 出题考试 先强控 然后再给你几个问答题 都是属于笔试 好答 怎么好答呀 你怎么那么贸然贸然就断定了呀 我们看两个数字你就知道了 从报考的人数上来说 当年的国子健举送人数 给朝廷报的考生啊 国子健每年给朝廷报的考生 有规定的 每年举送的明经科考生 350人 每年举送的进士科考生 30人 那也就说明 无论是报考的人数 还是录取的人数 明经科都要比进士科容易的多 另外 这个明经科考上的人 年龄还不大 都很小 比如我们熟悉一个人 这个人曾经写过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话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这作者叫袁枕 袁枕考上明经科的时候才15岁 有本事 这好考 好考怎么考啊 太好考了就显示不出来 应考者的创造性和挑战性了 既要表现自己的水平 还不能太为难自己 于是大家就纷纷把目光投向了 介于中间的进士科 武则天不遗余力推举进士科 甚至在他还是皇后的时候 就大力推动进士科的改革 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随唐考场风云之午后力图 在科举考试中 进士科在唐朝的真观永辉年前 逐渐受到重视 除了统治者出于推行王道政治的需要 以及考试本身介于难易之间 对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有吸引力之外 还有什么是导致进士科受到重视的原因呢 第三个原因 有力试图发展 通过明经科考试被录用的官员 后来普遍是默默无闻 像敌人节那样能当到宰相的 毕竟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而进士科则出现了很多名臣重臣 受到帝王的倚重 这也是当时的考生们之所以重视进士科的更大的原因 我们举个例子 找个人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找谁呢 上官仪 上官仪是河南陕县人 今天河南省三文霞地区的 上官仪有个孙女太牛了 上官网儿 他们家人都挺牛的 登官元年 公元627年 上官仪考上了进士 在唐宋时期 考上进士 当时流传的一个俗语 俗话 怎么说的 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三十岁考上明经 算是大年龄 五十岁考上进士 算是年轻人 上官仪考上进士的时候 刚刚二十岁 年轻 有为 有才 所以皇帝就喜欢他 唐太宗听说上官仪的名气之后 马上任命他为 红文馆直学士 这就等于在皇帝那挂了号了 后来 升为秘书郎 这要比原来提了不少 到了后来 高宗继位 高宗也非常重视上官仪 升上官仪为秘书少监 龙说二年 加银青光禄大叔 西台侍郎 同东西台三品 官运横通 上官仪不仅试图一路飙升 而且还深受两代帝王的喜爱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 太宗的文友 上官仪可是唐太宗身边的红人 唐太宗我们太熟悉了 这人很牛 不到18岁领兵打仗 不到30岁当了皇帝 能争贯战 而且还喜欢武文弩墨 没事的时候也写几笔 写手诗写个文章 他每次写好文章之后 都让谁来给他改呢 到上官仪 上官仪负责给李世民改稿子 这地位就不一般了 邓史东怎么说的 旧唐书上官仪传中说 太宗雅浩赌文 没潜一世潮又多令计合 让他改稿子 然后再根据自己写的再写的 这俩人关系很融洽 好朋友 第二个方面 高宗的谋臣 上官仪是唐高宗的谋臣 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那个封建时代当官挺能当的 那你看怎么当了 人家上官仪不仅在太宗皇帝这儿 地位很高 到了高宗皇帝这儿 地位更高 俩人关系也挺好 好到啥程度 高宗李治愿意把自己和皇后那点事告诉上官仪 这关系就不一般了 什么事 自从永辉六年高宗皇帝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后 这个武则天表现的越来越强势 这就是正史中所说的武后得志随千至帝 专归服 必不能看 武则天手伸得很长 总想管外政 而且真的管了外政 武则天管得越多意味着皇帝管得越少 哎呀这高宗郁闷啊 不管如何咱也是一纯爷们啊 啊 怎么整天被皇后收拾的没脾气啊 他就反思了 他就动了心思了 当年的五妹娘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是皇后 他怎么当到皇后 我疯呢 假如我不让他当皇后 把这个皇后给他废了 他不是皇后了 他没有了权力 没有了平台 他还能限制我吗 他想得很明白 你就做呗 他要敢做武则天也混不到今天呢 所以他有了这个想法 什么想法 将废为庶人 自己一时 还不敢下定决心 就找上官仪商量 上官仪多聪明啊 一听皇帝这么一说 明白了 你不就是你们两口子有点矛盾 他老收拾你 你老没脾气了 是吧 你让我给你支招啊 支呗 上官仪说了 皇后专资海内十望 一废致 已顺人心 既然皇后如此霸道 他老限制你 你把他废了 你不让他当皇后 不就行了 你和他离婚呗 他股东皇帝和皇后离婚 哎呀 他这话说完了 高宗皇帝心里的个敞凉啊 你也这样想啊 咱俩想一块了 那这样上官仪 你写圣旨吧 上官仪 那讨这一天是不太好 高宗皇帝让上官仪写 废出武则天的圣旨 那他又不能说不干呢 结果出事了 古人讲法不传六耳 一件事一个人能搞定 绝不让第二个人知道 两个人能搞定 不让第三个人知道 知道的人越多 失败的可能性越大 结果高宗皇帝要废除武则天这件事 保密工作还没有做好 这边圣旨还没写好 那武则天就进来了 问高宗皇帝 我听说你要把我给废了 高宗皇帝扛不住 当着上官仪的面嘴就吐露了 说上官仪教我 把上官仪给卖了 那你想上官仪肯定活不了啊 后来在林德初年 吴则天派全臣许京宗 罗之罪名陷害被太子梁王李中 当年上官仪曾经在李中的府里面做过资议 于是顺手就把上官仪给烧带了 当然这是儒家文化 培养了奠定了 上官仪宗旨的文化品格 他要用自己宗旨的品格来维护了儒家文化的尊严 我们丢掉这个最后的结果不说 就是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高宗皇帝没有把上官仪当外人 这就是近视科出身的上官仪在仕途上的发展以及在皇帝身边的地位 那么明经科的考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步的 所以上官仪的这个一路飙升以及在皇帝身边的地位足以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了 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近视科行是明显看好 具体看好的表现在哪 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报考人数 王丁宝在唐之言中说 登观永辉之际每年近视科考试的考生们有多少 原划是唐不减八九百人 不就八九百人吗 这个数字不多呀 不多你看怎么比 后来到了慧昌年间朝廷规定 按照各地方报考人数 这个报考人数怎么定的 根据你这个地方的总人数给你分配比例呀 慧昌年间全国各地考生 近视科考生加在一起是六百六十三人 那么这八九百人他还不多呀 另外在唐淘初级科学考试 近视科的考生主要集中在关中之地就那一小块 不是全国各地都有考生 所以这个人数就不少了 第二个 录取人数 录取人数 明经科和近视科一样都属于每年要考试的科目 同时的时间考试 同一个级别的官员来主持啊 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 近视科考了二十一次 录取人数二百零五人 明经科考试了多少次 文献里记载考试了十一次 考试的次数就少了很多 录取多少人数 文献里没记载 也可能是录取的太多了 记不过来了 不过就从这个数字我们来看 数字背后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态度 态度 为什么同样的考试时间 同样的考试 主考的部门 近视科这么详细 明经科 就没这些信息啊 这不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吗 李世民之后 高宗李治 一人其咎 继承了老爸 李世民已经采取的方法 显得有些保守 那个高宗啊 气魄没他老爸大 但是二圣临朝之后 武则天却表现出了非凡的魄力 把近视科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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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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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